施警星期二接到家長報案 指兩個幼稚園學童懷疑被性侵 施警帶走一個男人調查 初步調查之後 只未有證據證明兩個學童曾經被性侵 兩名小朋友經醫生經驗之後 初步確定他們是沒有被性侵的跡象 由於事件的嚴重 本局繼續深入調查 如果將一部消息會即時向外公佈 這兩個小童都是女性的 現在檢查說沒有 其實是否可以證明到半年遲真的沒有 我們只可以跟大家說的 就是經過我們這次對小朋友的檢驗 這個結果暫時發現不到有被性侵的跡象 施警會繼續調查 並會向教清局等部門收集資料 而教清局說星期三得息事件 即時和學校負責人聯絡 之後有幾個家長到教清局報備事件 當局已經開展危機處理工作 並提供輔導 目前學校繼續上課 對於有報道指 性侵事件可能大半年之前已經出現 學校又沒有向當局通報過 局方說事件進入調查程序 不方便透露涉及案情的內容 但根據現有指引對懷疑性侵個案 有一套處理流程和輔導安排 並有相關的處罰 稍後將會檢討事件當中 甚至是事件的處理情況 你的處罰類型 其實跟正程序法典一樣 都會有一個警告的情況 罰款的情況 或者是終止的一個情況 據說局方將會透過機制 為學校提供符合學校情況的幅度計劃 土生教育協進會主席菲文基 接受本台訪問時 證實核下的盧微市主教幼稚園 有員工正接受施警調查 目前已經暫停涉事員工的職務 又指有家長在去年10月 曾經向學校老師提及 為自己的子女被侵犯 但因為當時不排除可能是誤會 未有正式向校方投訴 協進會最近幾天才了解到事件的詳情 他指已經初步了解 涉案員工工作紀錄良好 協進會已經要求校方 就有關事件提交具體報告 未來校方在聘請輔助人員方面 也會有新的防範措施